大家好,我是王子维,欢迎来到咱们小店 咱们是来自河南郑州的彩票店店主 我们都知道郑州这几天形势又严峻起来了 昨天咱们也收到了社区的通知 说是像咱们这种非必要的场合也都不要再开门了 然后像咱们必要的场合也就是医药店、生鲜店之类的 还是要必须开门的 像咱们店就不允许再开门了 因为咱们是属于娱乐性的场所 不过中心也给了我们解决方案 就是说我们可以实行闭店销售 我们人都在店里面,不外出 就在店里面,然后如果有客户想要打票的话 然后就通过手机给我们发过来 然后我们给他进行出票销售 但是门是不允许打开的 即使有客户站到了门口敲门 那样的话也是不能给他销售的 很多老顾客也其实早都加了我们手机 所以一有什么消息也都直接发过来了 所以说感觉这次疫情对我们彩票行业来说 影响也并不是很大的 还有一些来自社交媒体的朋友也是如此 昨天是七星彩的开奖日 七星彩一贯是不太喜欢的 也顾此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介绍给大家 因为七星彩的中奖率确实是相对其他几个来说 是比较低的一种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